母外方是什么病 看看脚趾就知道 如果说这个偏斜的度数 有的是30度 还有些45度 更大 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严重的母外方 母外方竟然也挑人 女性可得多留心 这是女性多于男性 女性的发育 各种关节韧带 和男性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韧带容易松弛 穿鞋不仅看审美 还得看脚型 脚比较宽 又比较一般长的 我建议从这里头 可以穿凉鞋 特邀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世纪团医院 骨脚型外科主人医师 王江宁 和您聊聊 母外方和脚型的关系 每位食谱 饮食养生会 今日为您推荐一道 香辣可口的 酸辣鱿鱼卷 精彩 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们你好 欢迎您收看 由可口可乐 特约赞助的 饮食养生会 这上一期节目呢 我们一开场就搞了一个 关于裤子的选秀 最后的结果呢 是秋裤在保暖效果当中 已经胜出了专家评定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一个选秀 继续选秀 我们上一个瑜伽垫吧 上次秀裤子 这次咱们绣绣脚吧 绣脚 请大家把鞋脱掉 双脚 双脚都脱掉吗 对 站上去 对 站上去 我的最方 我脚 那脚上会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未必我们自己 都能够很清晰地发现 我知道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妈妈有 就是叫 医学术语叫拇指外翻 就是这里的骨头 是就这样子的 它是这里多出来一个 对 就是这个骨头它往外 至于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所说的问题 是专业问题 医学专业的问题 所以今天呢 我们还是要请专家 来进行一个评判 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 是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世纪谈医院 骨脚型外科主任医师 王江宁老师 欢迎王老师 王江宁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世纪谈医院 骨脚型外科 主任医师 副院长 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医学博士 研究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 湖北卫士主持人 胖胖 主持人王婉晨 饮食顾问刘昌 您好 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就请您当评委了 都有什么问题呢 先看胖胖吧 胖胖这个脚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 您这个呢 也应该是属于正常范围 要再稍大一点 就是往外翻的轻度 那个 刘昭的 刘昭的也是正常范围的 我还是摸一下男士的脚 比较好 一般情况下 你看啊 如果说这个偏斜的度数 有15度 那就是轻度的 还有些更严重的 爬了这个第二个脚 直到上面去了 然后呢 有的是30度 还有些45度 更大 是吧 这样的话 就是比较严重的母外翻 这个呢 还都是正常范围的 所以都算基本正常 基本正常 好 那谢谢大家 可以穿鞋了 好 王老师给大家检查了一下 各自的脚 最后的结果 还算是比较圆满 大家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刚才注意到了 王老师提到了 母外翻 这个词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 我们通过题板来看一下 就通过您所提及的这个问题 母外翻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 遗传因素 第二 各种严正 第三 鞋子没穿对 您得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母外翻 这么几个原因 还有什么危害没有 这个母外翻呢 有很大一批 应该说绝大部分 是由于遗传因素 引起的 这是女性多于男性 一般的话是 一个男的 四十个女的 这样的比例 它为什么呢 还是因为 女性的发育 就是说呢 这个 各种关节 韧带 和男性 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 韧带 容易松弛 那么还有一种呢 炎症 炎症呢 也就是说那些 无矩性炎症 可以造成韧带的松弛 等等 可以让 拇指 外翻 还有一种就 女孩最愿意的 穿的 高跟鞋 不愿意 肩肩的 这是普遍现象 大家是普遍现象 母外翻的症状 也是 开始早期是很疼的 然后晚期呢 骨性关节炎 然后呢 这个走路 都不能走了 所以 母外翻的 严重的症状 也是很重的 需要手术 需要手术治疗的 那我们这样吧 形象一点 通过一个图片来展一下 展示一下 这个母外翻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 第一脚趾 和第一折骨 它的夹角 大于15度 这就是母外翻了 那么15度 到这个 25度之间 是轻度的 那么 25度 到 35度 这是 中度 35度 以上 然后还有 那45度 那高温了 45度 以上 就是说 都骑到人家 其他脚子 都背上去了 谁说呢 这就是 重度的了 然后疼得 穿不上鞋子 走路也疼 既然母外翻 这么严重 也挺痛苦的 但是为什么 就是凭我的感觉 就是至少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汇 是一个病 感觉 对 为什么就是 好像大家那个知晓鱼这么低呢 没有引起重视 老百姓有时候都不叫母外翻 我们家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把这个名字叫 脚骨拐 你看像他一个拐过来 对 因为我妈妈就有 他这个图片 我妈妈也有 跟这个比差不多 而且我妈做了手术 因为他 对 他做了手术 因为他之前痛苦 刚刚老师说的特别对 因为他不仅仅是这样 形状发生了改变 他会发炎 尤其到冬天 那个上面会像洞窗一样 会溃烂 有膿 流膿 不能穿鞋 不能走路 特别疼痛 会肿 所以他大概持续了 至少有十几年的时间 最后没有办法 在前几年刚做了手术 而且在床上休息了 估计将近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下床走路 对 很严重的 可见这个母外翻 发生的这个几率 其实挺高 只不过大家 未必叫这么个名字 对 往往是学名叫母外翻 那即使规范的脚 没有这些毛病的脚 其实也是各种各样 也不是一个模子里 刻出来的 我们通过这个体版 来看一下 常见的脚型的分类 这个叫的名字 埃及脚 罗马脚 希腊脚 大家一看 各有不同 一个是由长到短 第二个呢 是基本是平的 罗马脚 希腊脚呢 就是 二目指 长一些 没有香港脚 香港脚死的是 是另外的 对 这三种脚 我听说 其中的有一种脚 它 就是身体特别地修长 这种脚型的人 很多是美人 特别容易出美人 并且呢 据说运动队选才的时候 尤其选排球运动员的时候 就特别看重这种脚型 大家猜一下 到底是埃及啊 是罗马呀 还是希腊呀 要脚型偏长的话 我估计 反正我的脚呢 是介于埃及脚 跟罗马脚之间 然后我知道 我自己的脚 是不偏长的 然后我自己也不够高挑 美嘛 也还行吧 然后我选 我选希腊脚 埃及和罗马之间 我自己的脚型 应该是罗马脚脚型 但是我觉得 好像我不太美 所以就排除吧 我选一个埃及脚 你想啊 埃及有埃及艳后 多漂亮啊 希腊有女神呢 我选埃及艳后 你选女神 我就选埃及脚 介于罗马和埃及之间 的是地中海角 那王老师您说呢 哪一种是美人脚 或者是排球运动员脚 一般是希腊脚 希腊脚 它的特点呢 一个是比较 脚掌是比较窄 然后呢 第二脚则动的弯突出 这是比较多件 那么中国人 希腊脚占百分之三十 埃及脚占百分之七十 中国人的脚一般都是 像埃及脚这样 第一个 脚子都是比较长 剩下的挨得一次短 然后呢 这个罗马脚呢 就是前三个都差不多 所以说选择穿鞋也不一样 那能不能我们上道具 我们陈列一些鞋子 不同种类的鞋子 大家来挑 怎么才是穿对了鞋 好 选一选 我们去啊 胖胖和婉晨来选一下吧 那个刘昭夜可以选个女士的 只能选一双吗 可以多双吧 那你要都拿走了 别人选什么 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试一试 你可以试一试 水晶鞋那是 你穿有点大 舒服 舒服啊 就选这个了 那我就 哎呀 夏天嘛 穿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出门啊 也比较方便 我选一双这个鞋 就是人字拖 我选一双 方便出门 你选呢 这里没有我穿的鞋呀 不过我觉得 这个当然我们男士啊 肯定觉得这个鞋子会好看 但是 老师刚才讲过了 这种特别高跟的 然后头头的不健康 所以我觉得 我替你们选一个吧 我觉得要是健康的鞋子的话呢 这个平底不错 而且基本上是平底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健康 没看那一双呢 好像还挺舒服的 所以老师 您觉得我们选的怎么样呢 我觉得呢 这个大家还是比较有眼光 选的基本都是正确的 一般的像 中国人这个脚 一般的还是要选一个 前头稍微有点尖 尖比较小的 像刚才这位老师选的那个鞋 蓝色那双 蓝色那双鞋 就非常合适 中国人穿 那么有些呢 这个脚比较瘦的 有一批女孩 又比较窄的 或者那个 完成选那双金色的 也是很好的 如果是 脚比较宽 是吧 又比较一般长的 我建议从这里头呢 可以穿凉鞋 第一个穿凉鞋 因为对它 没有限制 是吧 还是比较好的 总之 刚才你们选这几双鞋 我认为还都不过分 还是接近我们平常人的 这种要求 我觉得王老师 给你们的评价 已经很高了 就基本正确 那一个总的原则呢 就是不要高跟 有一点缓缓的泼跟 然后呢 前面呢 几辆是相对宽松的 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选两鞋也还不错 相对来说 是开放的嘛 是自由的 不受限 一方面选鞋本身 就能体现出 对脚的保护 母外翻是一种脚部的畸形 是拇指在第一直指关节处 向外侧偏斜一味的情况 一般偏斜15至25度左右 为轻度母外翻 偏斜25度至35度 为中度母外翻 偏斜超过35度的 则属于重度母外翻 其实 大多数人的脚型 根据其脚趾的长度 可以分为 埃及脚 罗马脚 以及希腊脚 而不同的脚型 也有不同的选鞋原则 一般建议 脚较宽的人群 可以选择 鞋前端较宽大的 方头或圆头鞋 而脚型较窄的 则可适当选择尖头鞋 但是尽量不要选高跟的 最好是平底 或捎带坡跟 已经选好了鞋 然后鞋底的磨损程度 磨损的部位 也可能代表着 你那个鞋选的原本对 还是不对 我这是拿一个提板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提板 鞋跟的外侧 鞋跟的内侧 鞋掌的外侧 哪个应该是磨损的正确的部位 我根据我自己的选择来说的话 我一般鞋跟的外侧会有磨损 还有包括鞋掌的外侧 其实也有磨损的 我这两个地方都有 我是比较多的是鞋跟的外侧 我的也是 刚刚看过了 鞋跟的外侧稍微有一点点磨损 好 那我揭晓答案吧 鞋跟的外侧 足弓正常 恭喜大家 正常 然后鞋跟的内侧磨损 可能意味着 扁平足 如果是鞋掌的外侧 那意味着什么呢 可能是高公足 就是那个足弓太高了 对吧 那您给我们讲一下 一个是扁平足 一个是高公足 好像这两个恰恰相反 这个扁平足 脚心都着地的 对 因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 没有弹性 整个着地 所以走不远 走一里路就疼了 这不行 那么呢 还有呢 就是这个高公足 高公足呢 就弓太高了 也不成 那就两头用力 是吧 中间大部分不用力 所以说呢 这样的足 也是走不太远的 所以脚是很重要的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体板呢 算是能够间接地印证 大家足弓算是正常的 其实可以有直接的方法 来印证一下 我们到前面来 然后呢 用一个小实验的方式 进一步来说明 大家是正常的 放心 这样的话就彻底放心了 好 那这个实验呢 是怎么样呢 一张牛皮纸 大大的已经铺展在 大家的面前 然后呢 一盆清水 用一只脚 沾到那个清水里面去 把脚弄湿了 最后呢 这个湿脚 然后呢 落在这个牛皮纸上 落在牛皮纸上 留下一个湿漉漉的足迹 还好 还好 从我们这看是比较清楚的 好 该我了 然后那个 落下去以后 那个水要 弄干一点 弄一抖 不要太多 对 对 这写毛笔字的感觉 好 这个脚不错 好完美哦 完了 我们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然后再踩一个脚印 也很完美 好 那我们 刚才胖胖的脚 还是平竹 你看它的 是 它这个内侧啊 这个地方都已经沾上了 还差一点 我说我平竹 你看 你看这个是正常的 外侧是吧 是可以有一部分 然后这一个月牙型的 这个也是 正常的 这都正常 平时这个脚心这块 内侧的脚心 应该是空的是吧 像我这个是有的 对 说明它有一定的弧度 好 谢谢大家 以及大家的脚 刚才呢 我们用两组试验的方式 第一组呢 让大家来看 自己那个鞋磨损 都在什么部位 这是一个间接的证据 然后刚才呢 踩在牛皮纸上 自己的这个足迹 来直接的证据 来印证一下 我们的足弓是否正常 那有几种足弓 一种是正常的 一种是高弓足 一种扁平足 我们用这个体板 来展示一下 大概是一个 什么样的足迹 您来跟我们解释一下吧 好 你看扁平足 就是说它 就是我那样的 你那个中间的足弓 就是比较低了 所以说呢 它整个的脚 你看都踩出一个 整个的脚的印都出来了 正常的 内侧要有个月牙形的缺损 外侧一般的情况下 是着地的 所以说这种走路 非常正常 而且很有弹性 那么高弓足呢 就是当然今天 我们没有高弓足了 是前侧和脚跟着地 中间那一块 外侧是不着地的 因为悬空了 是吧 它高弓以后 只有两个 这个后头和前侧着地 所以这个明显地看出来 通过这个脚的 这个 遭地的 覆盖的这个面积 就可以知道这个疾病的情况 那么呢 高弓足和扁平足的人 就容易得母外藩 所以像这种人 就要高度地警惕 好 那我们最后呢 通过三个环节 来分别地呈现一下 关于母外藩 它的影响 它的治疗 以及它的预防措施 先看一下它影响 母外藩的严重后果 有这样一些 母囊炎肿 足底筋膜炎 爪形指 肌眼 脚垫 横弓塌陷 等 这些都挺专业的这个词汇 除了肌眼 脚垫也还好 我给大家解释解释 母囊炎 一般就是这个 低则骨的内侧 这时候 由于长期的摩擦 摩损 这就鼓出一个包来 那么这个外头 还有关节囊包的 所谓的母囊炎肿 就是指在这儿 时间长了 关节肌液肿起来 有时候红得很厉害 还有足底的筋膜炎 足底的筋膜炎 就是这个足底啊 这个筋膜是吧 时间长了以后 也会有 这个炎症 可不是那种感染的炎症 我们医学上好多炎 这不是说是 细菌性感染 就是说由于老笋啊 等等的筋膜炎 就是那筋膜 时间长了 磨损 是吧 会有疼痛 还有呢 爪形齿 就是说呢 鸡爪 时间长了一样 变形 像鸡爪一样的 那么鸡眼 大家都知道 脚垫 都是因为长期的磨损 像这个 都是磨的脚垫 是吧 那么横弓的塌陷 那么就是说呢 外翻厉害以后 爬到这上面去了 那么这个脚 除了刚才这个一个 这样的弓以外 还有一个是横弓 这样还有个弓 所以说呢 这个弓的消失就 变平 因此弹性也会降低 那我们知道了影响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通行的治疗方式 都有哪些呢 第一 当然很重要的 就是日常预防 第二是药物治疗 第三是借助脚型的器械来治疗 第四是手术治疗 手术啊 脚型啊 这种 可以理解 药物难道还有 专门治疗的那个 母爱翻的吗 那倒不是 这个药物治疗呢 有多种 一个是早期可能会有疼痛 那么呢 可能要吃点疼的 那么呢 可能呢 发炎了 是不是 红肿了 消炎 吃点消炎药 那么借助脚型器呢 就说呢 它变过去了以后 我们可以用一个甲板 晚上给它绑过来 拉回来 绑一晚上 白天你可能又穿上鞋 又过去了 是吧 所以要穿宽松的鞋 那么还有呢 有些特别严重的 这个地方已经有骨性关节炎了 疼得很久 也就软骨都破坏了 拽过来也没用 一样还疼得厉害 因为这一动啊 是吧 它就互相磨擦 怎么办 开了是手术 就是所谓的 把这一节的关节 近侧的关节 把这些关节都切掉 就总之呢 母外翻 是可以治疗的 是可以治疗的 而且效果也是很好的 非常好的 既解决了外形 又解决了疼痛 最重要的就是 让今后走路 比较方便 好 手术和脚型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当然更好的 还是需要 及时有效的预防 有这样几项 第一 选择一双合适的鞋 这一期当中 我们翻来覆去 谈论这个话题 如何选择合适的鞋 第二 做赤足运动 加强足底的肌肉力量 第三 每天用手指 将拇指向内侧掰动 对 就是这样掰动 给它做一个 反作用的力 对 让它反作用的力 让它不要外翻 那么我们那个小甲 有一套体操 就是做的 你能不能简单地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 我现在已经是光着脚 站在咱们这个位置了 这个操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需要两个道具 第一个道具 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 制作一个这种宽的 宽的橡皮的圈 大家可以看 这是可以宽过来 第二个 就是我们可以用 自己家里也可以用 这种胶带 首先我们 我教大家第一步 还是我们可以先预热 就是把自己这个脚趾 这样一点一点地往外拉 拉一分钟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做第一个动作 橡皮套 我们把它蹬在两个拇指之间 然后呢 就每天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一般看电视啊 跟大家一般聊天 一般玩手机啊 就可以这样做 就是你觉得累了 可能就可以停了 换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就是说 我们可以 把这个脚放在墙上 通过你抓脚趾的这个力量 爬墙 通过这样一点一点往上爬 这样的话 它可以增加一个 我们脚两边的肌肉 还有这个肌腱的韧带 这个韧度 让它更有强度 所以说我们这个拇指会 就不会变形变得太厉害 延缓它这个病变的这个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教大家 做一个简单的脚型器 这个脚型器怎么做呢 我们现在用到我们现在这个胶带 第一步就是把它给 把我们大拇指缠一圈 第二步就是直接把它拽出来就行了 把它拽出来 粘在我们这个脚上 这也是在家里自己做 这样的话你就一直 它就有一个向外的这个拉力 或者我们可以再垫一块东西 自助脚型器 相当于是自己做一个简易一点的 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 对刚才我们用了各种的试验和互动 体验一下我们的脚 是否正常 有什么问题 应该穿什么样的鞋 母外帆有哪些影响 如何来预防和制造 母外帆其实是一种常见的脚步畸形 而很多女性因为爱美 常常穿着不适合自己的鞋 也是导致母外帆的常见原因 所以在预防上 首先就要注意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 应该尽量穿适合自己脚型的鞋 其次要经常做赤足运动 来加强足底肌肉的力量 或者用脚型器械来对变形的脚进行矫正 最后一旦母外帆情况严重 就需要考虑去医院进行手术治疗 刚才王老师说到呢 播音员主持人 这个不见得是劳动人民 这个体力劳动少 下面让您看一下 播音员主持人也是做体力劳动的 来 做一下体力劳动 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酸辣鱿鱼卷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食材 鱿鱿鱼 但是这个鱿鱿呢要经过处理一下 买回来之后呢 要做成卷就有一个步骤 就是要把它切成十字纹 斜十字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轻轻地斜着 这到二分之一的深度 到三分之二的深度可以是吧 对 在这呢我只是给大家示范了一下 我们所有的鱿鱼卷已经出 鱿鱼已经处理好了 除了切好的鱿鱼之外呢 这边就是西红柿 芹菜以及木耳 需要的调料呢 有姜葱蒜 胡椒粉 盐 糖 醋 辣椒油 干辣椒以及酱油 处理方法呢要稍微麻烦一点点 除了把这个鱿鱼切成十字纹以外 还要把我们刚才所准备到的这个配料 焯焯水 西红柿就不用焯水了 把木耳和芹菜放进去就可以了 放点盐 过过水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咱平常特别讲究荤素搭配 所以在吃这个美味的鱿鱼卷同时呢 您千万别忘了多搭配上几种您喜欢的蔬菜 焯好这个芹菜和木耳之后 就把切好的鱿鱼片放入锅中 现在大家就可以看见了 刚才那个十字纹有多么的重要 一下锅一预热 它就自动打卷了 待会儿炒起来呢也会更入味 鱿鱼呢是一个零脂肪的食材 真的吗 它没有脂肪的成分 吃了不长胖吗 所以它热量其实是比较低的 里边的胆固醇的成分呢 实际上是密度比较高的胆固醇 如果说比较想控制好体重 控制好热量的话 那么鱿鱼呢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食材 偶尔吃一下 这边再开火 锅有六七成热的时候倒油 热锅凉油 油可以稍微多一点点 油温不需要太高 把姜葱蒜下锅炒香 放入刚才超过水的鱿鱼卷 现在放入辣椒 因为酸辣嘛 咱们的味道可以稍微重一点点 接下来 放干辣椒 放一半 生抽 首先是提味 然后也上色 现在就可以把刚才超过水的芹菜 木耳以及番茄 倒入锅中 因为我们做酸辣鱿鱿卷 所以放点番茄呢 也能够起到提酸的作用 还需要加一点点盐 半勺 一勺胡椒粉 一勺糖 现在把它焯焯均匀 起锅之前 还需要喷点醋 用半碗 因为我们做的是酸辣鱿鱿卷 关火 酸辣鱿鱿卷 食材 鱿鱼 西红柿 芹菜 木耳 调料 姜 葱 蒜 胡椒粉 盐 糖 醋 辣椒油 干辣椒 酱油 做法 一 把鱿鱼切成斜十字纹 将木耳 芹菜 下锅焯一下 二 将切好的鱿鱼片下锅 切好的纹路会让鱿鱼自动打卷 三 锅中倒油 下姜 葱 蒜 呛锅 并倒入超好的鱿鱼卷 四 放适量辣椒油 干辣椒 酱油 再将西红柿 黄瓜 木耳下锅 并放少许盐 胡椒粉 糖 调味 五 出锅前淋上少许醋即可 好 非常感谢您收看 也感谢可可乐 对本节目的特约赞助 谢谢 再见 养生笔记 一般我们通过查看鞋底 各部位的磨损情况 就可以大概了解我们的足弓情况 通常磨损部位在鞋跟外侧 就属于正常的足弓 若磨损部位在鞋跟内侧 则有可能为扁平足 而磨损部位在鞋掌外侧 则可能为高弓足 需要注意的是 高弓足和扁平足的人容易得母外翻 所以一旦发现鞋子磨损情况异常时 一定要及时做好预防护理工作 对于不合脚的鞋也应尽早更换 饮食养生会有奖互动进行中 只要您登陆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 就有大量的养生笔记供您下载 编辑短信VX 加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和养生专家 到1066 1098 既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天天有惊喜 赶紧行动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